歡迎收看近新聞調查報告 今天的來賓是國民黨基隆市長 候選人謝國良 今天又是一個雨下不停的天氣 其實我們在邀約候選人專訪 要敲定這個訪問時間的時候 候選人就告訴我們製作單位 能不能準時到實在沒有把握 因為從上週開始 最困擾基隆人的就是交通問題 我們的記者實地在上班時間 從基隆往臺北移動 先一起來看看 因為國道一號的攤方問題 到底給基隆人帶來多大的不便 星期一早上 基隆下著綿綿細雨 在臺北上班的李小姐為了避開車潮 她今天還比平常提早半小時出門 李小姐 我們要去哪裡 臺北上班 然後等下坐一八一五 可能要在松山高中下車 來到客運站沒想到早已擠滿排隊人潮 李小姐望著手機螢幕 看著下一班客運近戰時間 心裡計算著就怕上班遲到 會這麼擔心車況是因為國道一號 潭房的那幾天塞車塞到讓基隆人心慌慌 原本二十分鐘的車程現在可能要兩小時 甚至是更長的時間才到得了 路上都是車 但是你也不曉得自己當下該怎麼辦 因為客運就是完全都是等不到的狀態 然後其實有點有點慌張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要怎麼去上班 對 然後時間又很緊迫 就在四面八方的民怨下 經過多日搶通 國道一號已經在11月7號凌晨全線開放通車 雖然正時解決了國道塞車 但對基隆通勤族來說 交通問題永遠都是揮不去的噩夢 基隆三十六萬人口中 其中超過十一萬人是每天到大台北地區 上班的通勤族 佔總人口數將近三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二的人搭火車 百分之三十一的人自行開車 另外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搭客運 基隆是全台通勤比例最高的城市 塞車儼然已經是這座城市的日常 而新蓋捷運會不會是解方之一 基隆人有不同看法 其實我覺得如果路線會跟鐵路重複的話 那就使用台鐵就好了 如果說我們要蓋的是捷運的話 那為什麼不能直接把台鐵捷運化 因為其實我相信基隆非常非常多塞 如果要像台北的捷運一樣 就是深入各種其他地方 例如山區暖暖等等地方 其實也很難真的實現 所以如果說它的捷運只是蓋在 例如說市區然後直接接到台北 那不如直接把我們現在習慣的台鐵 直接把它變捷運 捷運會是基隆的曙光還是死捷 交通問題是基隆人長期的痛 該怎麼解才能滿足通勤族的需求 而不再崩潰 這也是每個基隆人日夜期盼的城市風景 好 所以委員你今天從基隆到我們內湖的攝影棚 花了多少時間 今天還好 今天大概三十到三十五分鐘 所以算正常範圍內 算是相對還算比較不錯的 基隆就是在上班時間是非常非常賽的 其實通勤上班對基隆人來說真的很辛苦 我們先來看一下過去幾年執政黨 開出來的交通支票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蔡英文為了拉抬基隆市長林又昌的選情 宣布給基隆人一個大禮 是斥資八十億興建基隆輕軌 接著二零一九年行政院又核定了 基隆南港間通勤 軌道建設計畫可行性的研究 規劃在台鐵既有的路線上來擴建輕軌 然後到了二零二零年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又宣布把基隆的輕軌升級為中運量的捷運 所以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行政院長蘇貞昌又排版了 基捷運的機費要從八十億提高到四百二十五億 中途要設十三個捷運站 然後這個路線是從南港站一直到八度站 其實基隆市人口三十六萬 那每天就有超過十萬人 必須要通勤到大臺北地區來上班 你覺得我們現在有很多建設 常常讓人覺得是從臺北看天下 所以剛剛我們這樣一連串看到執政長提出來的這一些 包括基隆捷運等等 是基隆人要的嗎 我覺得基隆人要的是一個共同 而且完整的一個交通網跟功能的一個完整的建設 那我為什麼會用這種比較複雜的形容 就是說我先界定基隆捷運 不是讓基隆通勤組 有時你剛剛看到那個臺鐵基隆站 那些基隆大多數的民眾 是從那個站去做火車的 基隆捷運沒有辦法讓他們很快的 到臺北去 因為火車其實是比較快 像他們剛剛從這個南港這邊到八度 規劃了基隆捷運 規劃了十三個站 可是在我過去任內 我曾經在臺鐵的基隆站 規劃一個站就到南港 所以他們要做十三個站的是到八度 還沒有到基隆 我以前只有一個站到南港 那你說十三個站停跟停一站 哪一個會比較快 因為我們都知道捷運不跳站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對於基隆很多的通勤族來說 他們是不要廢鐵路 因為稍微再吐槽他們一下 就是他們之前在規劃那個輕軌的時候 是要把輕軌把臺鐵火車站取代掉 把基隆站取代掉 後來我們就群起反對 他們才會有把 變成在既有的這個 對 就是說到八度這樣 就沒有到基隆 因為他們現在找不到到基隆 又不把火車拿掉的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所以他們就只到八度 可是其實對基隆民眾 他們很瞭解 你一站一站做捷運跟做快一點的火車 尤其或就算是區間車 他也是會比較快的 所以通勤族是需要火車的 那捷運的好處在哪裡 捷運好處就是把基隆跟臺北的整個捷運網 跟產業發展的策略連結在一起 基隆捷運有大家期待的時間點 會遙遙無期嗎 有很多人認為 因為他們總是 執政黨 畢竟就是比較選舉考量 所以他在二零一七年非常正式 二零一七二零一八吧 他非常正式地來到基隆 蔡總統帶著林佑昌宣布說 我們要給基隆一個大禮物 我們宣布一個基隆輕軌計畫 然後二零二二年就要通車這樣子 結果二零二二年 已經過完了 就是要改了 對 那他們現在改了一個計畫說 那我們現在要推一個叫做 基隆捷運的計畫 二零三二年可能可以通車這樣子 那三二年就是還是 還有十年 但我們不反對 我們也不唱衰 我們就是說 既然你如果有一個這樣子的計畫 要帶捷運過來的話 那我們會把周邊沿線 譬如說北無土 現在是做貨櫃的 我們就基本上要把它做調整 不要讓他再做貨櫃 那基隆市府我會認為說 他們是做了很多規劃案 但我們知道很多規劃案做完 不一定會去做 所以我認為說 對於五獨這邊 北無獨這邊 做一個都市計畫變更 是刻不容緩的一件事 我希望我上任以後 就會針對基隆 其實基隆是有空間的 但基隆很多空間都閒置 在臺北就比較寸土寸金 你只要有空地 大家隨便把你弄成一個停車場 然後連基隆地都要用 對對對 就是用得很徹底 那基隆就是要學習這個概念 因為基隆其實有一些閒置的空間 但是沒有好好的利用 那更重要的空間 就像我剛剛講的 包括北無獨在內有幾個 那這個部分還是要配合臺北來發展 什麼叫配合臺北發展 就是讓臺北有更多辦公地點的選擇 但當你的選擇的地點到了基隆以後 其實基隆你知道當我們從海邊 譬如說什麼八斗子 海科館 就是一個大家所熟悉的這些觀光景點 開到我剛剛講的那個 無獨的那個科學園區 要半個多小時 這比從這個北無獨開到南港 只要十幾分鐘 來的遠很多 所以基隆是一個很狹長的地形 所以基隆有靠海邊的 也有靠臺北的 我們現在談的就是在談把靠臺北的這個部分 打造成跟內科跟南軟跟細科一樣的就業基地 那這樣子一來可以造成什麼樣的效果呢 就是讓基隆的就業的這個上班族 就有自己在地的工作機會 這個是我認為我在三年前吧 我在三年前就有在想 假如我有這個機會要參選市長的話 那麼我就要想辦法解決基隆的就業問題 那解決就業問題 就是要打造像樣的有規模的跟臺北一樣的這種 規格的就業基地 因為他等於是臺北的產業要過來 是 我們聽得出來 這個委員在未來的這個交通 破壞跟產業的想法 其實是一個完整的核心概念 然後其實您對交通的這個部分 也的確有很深入的瞭解 像剛剛我們報導中 這個有一位民眾要搭客運 然後他還沒講出話 字幕都還沒上的時候 其實委員就已經可以講出 說他要搭的是一一八五 一八一五 對 所以可以感覺出來 你是真的很關心 也很在地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這個國道 一號碳方的這件事情 綠營現在就用額語攻擊說 當天晚上蔡詩營還在跟交通部聯繫 但是結果你還在繼續敗票的行程 好像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說 你對在地的這個交通不關心 你怎麼看他這樣的操作 首先我是一個民間的身份 每一個人要關心有自己的方法跟選擇 我不是立法委員 我不能像他一樣跑到現場去會看 不過我必須要講 國道是在十一月一號的中午 就第一次攤幫了 其實我的對手他是沒有去現場 也沒有關心的 他在十一月的二號的晚上六點半 他跟蔡總統辦了一個毛小孩之夜 然後順便一起吃東西 就在他們吃飯的那個時刻 第二次又攤幫了 所以他是第二次攤幫 他才注意到這個事 而不是在第一次攤幫 第一次攤幫路況就受到影響 但我們不是互噴口水啦 當然之後他就很大動作的去勘災 這個蘇議院長陪他 我覺得他做一個立法委員 這本來就是應該他要做的工作 而且我在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攤幫就是因為邊坡的這個滑動 那我在立法委任內的時候 我就有說我爭取到很多邊坡的預算 因為那時候國道三號也過去發生過走三 我們就爭取很多邊坡的這個檢測的預算 然後都在基隆附近去做檢測 因為邊坡預算一年是有幾億的 但你沒有爭取去檢測 就沒有檢測 你沒有檢測 他鬆動你不會知道 是 那當然國道很多 所以你也不能說就是每個地方都能 但是你如果爭取了 你就說那你要檢測這一段 他就會去 國道就會讓你去做 所以我只能說選舉 就是大家就是好像會互相攻擊 那我會認為說這個事情凸顯 基隆就是需要就業 而我是想要帶就業到基隆來 然後我也想要把火車的狀態 不但地要維持住 因為民進黨真的曾經想要廢除火車 那是一段兩年前 他們很不想去談的過去 但是你從所有的片段都可以抓得出來 他們當初他們是如何 也在跟我工房上要強調 要如何輕軌是如何的重要 然後火車是多麼的霧點 跟讓民眾不能滿意等等這樣 但後來他們全部改口了 為什麼 因為火車跟輕軌就是不一樣 而且最主要是 如果你要蓋輕軌去取代火車 你可能有三到四年的時間 既沒有輕軌 也沒有火車 那你可以想像 超級黑暗 那你可以想像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現在常跟大家講說 我在任內那個時候 推過臺 基隆 南港直達火車 以及基隆到巴督 一站就到臺北站 那這中間就跳過了七八站的火車 那就像你剛剛講 捷運站那是跳過十三站的捷運 所以我一定會把火車繼續維持 他的功能 但是我完全不能否定捷運 對基隆的產業所帶來的一個商機 跟我們一定會去支持他 這一點是我要去 因為基隆市政府 未來也要編列自己的配合款的預算 來興建捷運 因為他有經過基隆境內 所以我們一定會支持 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我可不像他們就是說 以前是真的是想要把火車取代掉 那你不能把火車取代掉 不但不能把火車取代掉 你還要學像高鐵一樣 你應該有做過這種 從這個板橋直接一站到烏日 一站到左營 應該有做過一站一站都停的 那感受讓您差很多 那基隆的通勤的火車也是這樣 我們就是要發展一些是每一站都停的 去監測 一些是直接就到南港 臺北的直達車 這人流也才可以分流 不過我們講到選舉 有很多口水 但很多時候我們投票 還是得看本來的這個基本盤 那基隆過去就是 我們都說就是藍營鐵票 而且最高的時候 曾經有藍比率是七比三 這樣子的比率 不過我們來看這幾次選舉票數的變化 兩千零九年是林佑昌第一次挑戰 當時國民黨是基隆市長候選人張通榮 林佑昌拿下了六萬五千多票 得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點零八 張通榮拿到了八萬六千票 得票率是百分之六十六點一零 但是到了二零一四年 林佑昌拿到了一萬零一千零一十票 得票比率就超過了百分之五十了 百分之五十三點一五 國民黨當時推卸力攻 那現在他去民眾黨了只拿到五萬兩千多票 得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七點四六 那當時國民黨畢竟藍營在基隆 是有分裂的問題 那您認為到底是分裂的問題 還是國民黨在基隆的經營出了問題 還是其實是人選的問題 如果二零一四年的話 那是一個對國民黨基隆人來說 蠻灰暗的一個過去 因為當年有一位黃錦泰議長 他是國民黨經營許久 而且靠初選去獲得提名的國民黨 基隆市長候選人 他有經過初選 但他好像提名後因為發生司法案件 還沒有被起訴的情況下 就被拔除了提名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黃議長堅持要參選 而且他是準備許久 所以就造成了國民黨在基隆的實質分裂 那那個時候當然 我也曾經有被邀約 就是說希望我來選市長 但是因為那時候黃錦泰本身布局很久了 所以我最後後來並沒有達成參選 我覺得那時候我會覺得 他還沒有被起訴 我覺得正當性對我來說還是不足 如果你對照我們現在宜蘭的情況 所以每一個時代 就是有一些他不同的時空背景 那總是就是基隆 因為這樣分裂而失去了這個的執政權 我覺得對很多基隆人來說 也是覺得蠻失望的 不過我覺得這幾年 我也準備了很久 那我也認為說民進黨 雖然有給他機會執政 可是有很多問題 包括就業 包括健康醫療 包括教育 包括子女到外地去接受 現在通勤族合有一大半 不是只有上班的 有上課的 不是只有高中 有初中的 那這個就代表了 就是基隆的很多就業 醫療 教育等等的 我覺得未來的市政方向 我覺得我還有努力的空間 因此我這次也準備了蠻久 然後也希望能夠為大家 為大家做事 不過現在基隆的這個基本盤 在游移調整之後 其實大概藍比率還是有五成五比四成五 左右 我認為藍還是比率大 那之所以這樣講就是會從二零二零的政黨票 跟二零二一年的四大公投票去比較 二零二年政黨票 國民黨是多於民進黨一萬八千票 即便我們輸了立法委員 然後二零二一年的政黨票 就是四大公投票 我們也是多過三大公投裡面 除了核四特殊議題以外 我們是多了一萬六千票 所以我認為基本盤來說 應該還是藍大於綠 不過沒有到五五四五 我覺得可能就是五三四七 或者是就是五四四六 更緊張一點 而且在這個緊張的狀況下 你的對手又不弱 因為蔡世英是唯一基隆的這席立委 他在二零二零年那一次立委 拿了超過十萬票 對 對 然後最近一次的民調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 在十月二十八號發布的 顯示蔡世英的支持度是百分之三十五點三 那您的支持度是百分之三十一點九 這跟你剛剛說的自己內部做的 有沒有一點出入 我不好意思 我要這樣講 但是我做的民調通常都是 不是TVBS 年代 或者是美麗島電子報 就是這種平常都有在做民調 那我覺得我的對手 在民調公司的選擇上 讓我覺得非常的特殊 而且像這個民調本身 其實他們就刻意了只問了一個公共議題 就是我的電動機車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調是滿有這個針對性的 那我自己做的民調是都有領先 但是領先不多 那我只能說就是民調 到現在大家選民也懂了 有很多民調是一種操作 是一種目的 而不是一種狀態 他為了要達到目的 所以他做這個民調 那我覺得民眾自己會有感 所以現在慢慢大家都比較不去注重民調 那我自己做的民調 不論是年代臺灣指標 TVBS 聯合報 世新 都是真正有在長期做民調 其實我們民調都還不差 那民眾也都知道 我們只能說這次的選舉 是一個非常緊繃的選舉 我們對於勝選有信心 但是這次就是非常緊繃 因為時代力量也有參選 那國民黨也有一位前任的主委 也有參選 不過就是各有所藏 所以我認為范綠也有第二組的候選人 那范藍嚴格來說 也算是有第二組的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蠻緊繃的選舉 不過您剛剛提到說 這一份民調 特別針對的是你的電動機車的政見 那他在一開始 因為這個東西 大家就會聯想到裁員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蔡世英 又用了這個借貸的事情 來爆料你 去攻擊你 很多東西都是把你跟錢綁在一起 那你對於這樣子的攻擊 你是什麼感受 可是我覺得坦白講 畢竟你的家族背景在這裡 你好像也不能就說 我沒有這樣子的背景 我跟錢沒有關係 你怎麼面對這樣的爆料攻擊 那接下來可能還會有這類型的攻擊 首先就是說 假如他去抨擊我的家事 或認為說我的經濟狀況 跟一般的選民 會有一些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攻擊我是必須要接受的 因為就是我們自己家裡的環境 有在做企業 這一點我理解 大家也理解 我也必須要自己預承認 可是他講的那些金流 甚至用了洗錢的這種案件 那個就是完全的抹黑 那當我們呈現出來完整的證據以後 你現在還有人在講嗎 已經完全沒有人在講 是 更況他們當初在講的時候 是開騙了可能十次記者會 可是卻不去按鈴控告一樣 那就是表示他只是要用嘴巴講 那嘴巴講就是達到他的政治目的一樣 所以我覺得當我把這個事情很清楚的證據 彈開來的時候 我覺得對於這件事情的指控 就比較沒有了 或者是說就基本上就消失了 可能候選本人還會用嘴巴念念念 但是外界來看 立法院來看 或真正有公信力 有在質疑的這些人來看 基本上就比較沒有看到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要慢慢的去澄清 這些對手對我們的攻擊 但同時間我覺得對手有很多問題 他也需要跟社會去說明 那在這過程中 我們也比較沒有看到 他有清楚的像我這樣子 把很多證據攤開來 侃侃而談這樣子 不過選舉是這樣 還是要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盡量的多做正面的宣傳 那對手的問題 對手的操守跟自己 或許要去跟大家說明的 還是要適度做說明 那這個我們也充分能理解 不過我們剛剛比較前面提到說 您對這個腎血有細心 這一次是一個非常緊繃的拉鋸戰 當然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現任的市長 他的政績不錯 那其實幾次施政滿意度做的民調 也都不錯 像今年五月份 遠見雜誌公佈他的施政 滿意度就高達八成 但如果從你跟蔡世英的民調 拉得這麼近來看 好像林佑昌的滿意度 是沒有辦法轉移給蔡世英的 您覺得這個關鍵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對林佑昌 跟對蔡世英 本身有很不同的看法 首先如果你以滿意度來說 同一個民調裡面 可能林佑昌滿意度有七成多 接近八成 可是蔡世英可能就只有五成 那這樣就落差 就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蔡世英 本身有一些 我就直接說 就是操守上的問題 其實是有建築於新聞媒體 而也沒有辦法清楚說明的 那最起碼這樣子的問題 在林佑昌 最起碼 我們所看到的新聞上 是比較看不見的 那蔡世英本人 雖然是打著林佑昌的接班人 要來自詢 然後要去接棒 可是其實他其實是比較早 比林佑昌更早進入基隆政壇 所以大家認識 他其實比認識林佑昌更早 對他瞭解度也是更清楚 那大家就自己心裡有數了 所以你雖然看到 如果說有我自己做的民調 比如說美麗島電子報等等 就是有在做民調 就是滿意這個林佑昌的人裡面 大概如果把這些人當作是百分之百的話 可能只有五成多的人是支持蔡世英 可能有四成多的人是支持我的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一方面就代表就是說 滿意林佑昌的人 有時候也不一定會支持蔡世英 如果滿意的人都支持蔡世英 今天就沒有這一場選舉緊繃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泛藍的民眾是相當理性客觀的 他們覺得林佑昌做得不錯的話 他們也是會認為他的滿意度是可以的 也接受 但是這些人其實還是支持一個好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 所以這些人也也是支持我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基隆 就是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假如基隆認為蔡世英跟林佑昌是等號的話 今天這場選舉早就已經分出勝負了 可是現實上就並不是如此 那所以我會認為說其實這個對蔡世英跟對民進黨來說 就是一場硬仗 那從選擇政治的選擇上本來就是如此 因為他們如果說林佑昌做得很好 所以民進黨就一定要接棒的話 那坦白講 任何人來接棒就可以了 為什麼一定要是蔡世英 那事實上你蔡世英宣布要接棒以後 其實民調就是跟我們就是非常伯仲之間 而且其實你仔細看 這是叫做亞太精英交流協會 我沒有 我不知道這名字 以前我以為他是婚友社 你知道嗎 開大一個玩笑 我們通常都是年代TVBS 這個聯合報 中國時報是做民調的 對不對 長期在觀察 就是我我我挑的民調公司 都是長期有在做民調的嘛 不是新成立來要做民調 那虧他們一下沒關係 那就是說我覺得不管是怎麼做 這是一個很緊繃的選舉 我也必須要承認 但我會認為說國民黨這一次蠻團結的 然後即便地方 他有他的一定的蠻意度 但是在中央 在全國 在疫苗上面 不要忘了 現在打很多高端的疫苗 都是他們的支持者 那些支持者現在很多都被失望了 有很多是認為說他們有被騙了等等 我覺得這些大環境都會影響 包括陳時中 他的選舉跟選情 事實上都會跟基隆會連動的 那蔣萬安選得好 侯友宜選得好 甚至張善政選得好 那謝國良也會選得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聯合作戰的氛圍 我覺得會也會放大這個 只有在基隆本地的一個因素 所帶來選舉上的影響 因為剛剛我們講到這個是北北基生活圈嘛 然後如果就像你剛剛講的 蔣萬安選得好 然後很多基隆人都在臺北工作 那在這個氛圍之下 他就會覺得我回到基隆我的生活 然後我也會認同謝國良 提出來的證監跟理念 所以這就是一個外溢的效應 所以我們就來看 像你剛剛講到這個團結 國民黨內現在最強母雞之一 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第一場跨縣市的 輔選就是到基隆 我們來看一下 他跟你一起掃街的時候 怎麼談基隆跟新北的合作 好 其實講出共同承擔 這個就非常的重要 那因為蓋捷運要很花錢 那營運上其實你看臺北捷運 其實也虧了很久 所以侯市長這樣說是 他很認同在新北跟基隆 這個交通政策上 那你們有過什麼樣的討論 對 我們的確有很多次的討論 那現在基隆捷運是由誰來蓋 其實應該是會由新北捷運局來蓋 那由新北捷運局來蓋 那我們必須要跟新北要緊密配合 這個也是我們這一次 在競選的主軸上 我們會跟新北聯合的把捷運蓋好 因為雖然行政院宣布了 可是有很多的經費 都是要由新北的地方政府 由基隆地方政府去出錢 來配合完成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會認為說 叫侯友宜跟謝國良 大家一起來結合 好好的共同的來贏了這場選戰 再加上臺北的這個蔣萬安 再加上桃園的張三鎮 四個首長 我們會組成一個LINE 群一個聯合的執政平台 不管是要不要上班 三個縣市 現在三個縣市 有的是不同政黨 三個不同政黨 對 所以我們就會訴求說 我們在整個首都圈聯合執政 然後共同承擔 然後有什麼事情很快的共同做決策 連基隆捷運這樣子一個重要的一個工程建設等等 也是由新北來完成 未來也是會由新北捷運局來負責營運 所以這樣子來說 基隆跟新北的合作 跟我們在這一場選戰的一個聯合初級 就變成更有意義跟更重要 所以聯合初級 我們看除了侯市長之外 臺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他前幾天也到基隆 那這兩位剛剛我們一直講 他的民調目前都領先 尤其侯市長 就您剛剛講到那幾個民調 從宣布參選以來都是超過五成的 所以你覺得這一次的選情 外衣效果是很明確的嗎 我媒體來 萬安市長來基隆的時候 我也跟媒體分享了我的看法 我認為蔣萬安現在已經有了外衣效應 然後我認為說 他也可以扮演區域母雞 帶動基隆這邊 甚至帶動桃園這邊 大家可以創造更多的這個氣勢的上揚 那所以當然 侯市長絕對是我們的領頭羊 跟四個縣市 是直轄市的一個隊長 但是萬安我覺得他表現得非常好 而且他到基隆來的時候 我有點嚇到 大家還蠻歡迎的 大家蠻蠻瘋狂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就覺得像我們最近也會打出 我們的國安連線 我們有一個國安連線 國安連線 叫做謝國良 蔣萬安 然後是國泰民安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如果這場選舉 我跟萬安這邊 在最後的關頭 共同的來做一個氣勢的 氣勢上的整合的話 或跟侯市長 我們跟張三鎮院長 北北基陶 大家共同的再來互相幫助 拉抬的話 那當然他們預祝 我是比較多 因為不可或言的 就是基隆的選情比較緊繃 那但是雙北給我的拉抬 對我是絕對有幫助 所以我會認為 我是非常有機會跟雙北 甚至跟桃園一起 大家來聯合慎選 其實你剛剛講到很多 其實選舉跟中央 跟地方大家的聯合 配合 團結合作 是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如果我們看國民黨 從二零二零總統 那時候敗選到公投 也不是很理想 對 所以這一連串下來 大家覺得可能國民黨在這一次 沒有機會再重演像二零一八年 討厭民進黨的這個氣氛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選情 看起來 國民黨的氣勢 反而又起來了 你覺得這個關鍵 還是討厭民進黨嗎 還是說國民黨自己做對了什麼 首先我覺得選民在地方上的選舉 對於國民黨的候選人是比較偏好的 那我們也不可諱言的 我認為其實各地方的縣市長 尤其是很多國民黨籍的 他們也都非常認真努力 所以你看即便是中南部的 現在很多選情也是相對的穩定 那東部的也是相對穩定 三位女性的首長 那現在感覺就是在北部這邊是比較緊繃 那不過你看日本那位預測家小麗媛 他本身在判斷這幾個選區的情況下 對於北北基陶 其實也都還算對國民黨 是比較持正面的看法 那我覺得就是現在距離勝選舉 大概就是十八天 十八天 那我覺得可能把我們區域的聯防作戰 把它做好 那我們在地方上 當然有很多問題都有交鋒 不過我覺得大環境 現在對民進黨還是肯定不利的 因為包括陳時中 他出來參選 那疫情從第一年的 第二年的有效控制 到後來整個爆發 那我個人認為他的仇人值蠻高 所以我也開玩笑 因為我的對手在蔣萬安來的時候 講了一些酸話 我就說其實你根本不敢找陳時中來 蔣萬安最起碼可以來 你的從之中連來都不能來 對不對 就開他那個玩笑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臺北是有負面的外衣效應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萬安的這個人氣 現在是對於我是覺得有幫助 那這個侯市長對我也更有幫助 下禮拜也會過來幫我助選等等 不過這一連串訪問下來 其實剛剛在錄影前 我跟委員有稍微談了一下 我們以前在立法院採訪的時候 會碰到面 跟現在的這個印象形象 真的有很大的落差 以前型男立委 不是說現在不型男 但是這個氣氛上 氣息上 以前就是意氣風發 三十歲就當了立委 那現在感覺更穩重 甚至比較寬容一點 然後看的事情格局也都不太一樣 那很多人知道你的現在是另外大家更熟悉你的稱呼是小愛爸爸 對啊 所以你這一次當時宣布不連任立委 那又要決定重回政壇 跟女兒小愛有關係嗎 有 有關係 因為我算是晚結婚 三十八歲結婚 但更晚做爸爸 接近快四十二歲才做爸爸 對 那小愛是我唯一的孩子 非常可愛 眼睛很大 如果你有在臉書上看過他 那當然就是我這剛開始做父親的前一段的時候 比較辛苦 因為小愛後來診斷有聽損 所以他要開電子 然後進入早聊 那個是我人生 就是在比較不確定的那一段 那個是很辛苦的一個過去 所以我體驗到了過去四十二年 沒有體驗過的一種生活方式 跟人生的心境 不過走過來以後 你反而會覺得這個是一種上帝的祝福 或者是我現在反而對於整個人生的目標 或者是我想做的事 我反而更清楚 那如果你要這樣問我的確沒錯 我覺得我這次想出來選市長 跟我做父親的這一段歷程 也有一些關係 因為基隆其實有蠻多身心障礙的孩子 那以人口來說 我們是百分之五點九 比我們鄰近的新北四點三 多了百分之三十人口比 人口比多百分之三十 其實是很多的 對一個城市來說 他也是蠻大的一筆負擔 可是而且不要忘了 我們在北北基陶是唯一 不是直轄式待遇的一個行政區域 所以我這一次來參選 當然是想替城市創造更多的就業 更多的產業 創造更多的資源 但這個資源所帶來 我想做的事情 其實是要幫助更多的弱勢朋友 更多需要幫助的朋友 這是我自己這次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之前看到你接受訪問的時候 有提到說 你現在最想做好的事情 就是小愛的爸爸 陪伴他長大 甚至可能陪他出國念書等等的 但我就會想說 那可是當了市長 你的時間分配可能就會更少 那這樣不會有相違背嗎 但是這樣聽就懂說 你不是只要愛小愛 你要愛更多需要愛的孩子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有很多孩子 其實他們也經歷了 跟小愛一樣的過程 那我覺得他們可以在這個中間 得到更多的幫助 或者是說有很多的家長 跟我一樣經歷了孩子 早聊的這些過去 他們也希望社會大眾 能夠更多一些的瞭解他 那我覺得這中間過去 其實很欠缺一個 很適當的橋樑 因為身心障礙的父母親 其實相對有時候比較辛苦 他們很希望社會給他 很適度的關心 就是也不要過度關心 好像就是說你就是弱者 你需要幫助 但他們也希望說 能夠理解到他們的心境 能夠適度的去關懷他們 所以我做了 我後來打造了一個小愛爸爸 公益平臺 就是希望能夠創造一個很同理的環境 讓更多不從障別的孩子跟父母 可以感受到外界跟他們的溫暖 那最後我也打造了一個 叫做有愛城市 或亞洲最有愛城市的一個政見 跟理想 那我希望說在基隆 是可以對身心障礙的朋友 都能夠關心都能夠照顧 而且做得很好 那我認為如果真的做到很好的時候 他就不是純粹的一個社會福利政策 而他有可能把他轉向成為一個觀光產業政策 怎麼說呢 就是說因為其實在加拿大就是有一個 這是一個楊玉欣委員 他跟我分享 就是在加拿大其實就是有一個餐廳 他是一個手語的餐廳 那他這個餐廳的特色就是 你要用手語來點菜 那為什麼因為他的waiter waitress 他的服務人員全部都是聽損或聽障的孩子 然後就是只能用手語溝通 那如果我們能夠把基隆 把這些朋友都服務得很好 當然你該消費的還是要消費 我不覺得就是過去有一個誤 各位過去外界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好像認為對於身心障礙照顧 就是要捐款 捐款 就是要錢 就是要給他們錢 但其實他們不見得是要錢 他們是想要一個對他們來說理解 然後友善的環境 那如果這個環境能夠做得很好 事實上很多臺灣的各地的這些身心障礙朋友 因為你如果家裡有一個身心障礙成員 你全家都會 都要配合他 之前奧斯卡這家影片 就是這樣子 對 都要配合他 有一個這樣子的生活作息的改變 那如果基隆能夠服務這些朋友 而且有愛 有關懷 而且理解他的帳別 所需要的怎麼配合 甚至在心理上面跟他的應對 也不會讓他覺得不舒服的話 那事實上基隆就會變成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很多人就會因為這樣子來玩 甚至鄰近國家 當經過我們一定的宣傳以後 瞭解說原來臺灣有一個地方 對弱勢的朋友很有愛 很友善 然後對這些服務都很到位 而且很瞭解他們 那大家就會來嘛 因為對於這些弱勢的朋友 他們不是要去最好最漂亮的地方 但他們是想要去一個理解 關懷 然後體諒他們的地方 那我覺得我這個東西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來造訪基隆 這個就是我的亞洲最有愛城市 所以大家以為我的亞洲最有愛城市是社會福利政策 其實不是 反而是一個觀光產業政策 所以從小愛而衍生出來的一些創意想法跟城市破壞有關的 還有沒有其他相關的 我覺得就是我希望這個城市能夠很有善很有愛 可是這個城市要能成為很有善很有愛 他必須要先讓他的市民有這個條件 覺得快樂滿足想要回饋 所以我才希望能夠替大家打造這個一個好的就業基地 然後讓大家都有就業 然後都有好的就業環境 有好的生活環境 那對於年輕朋友來說 我是期待所有的年輕朋友都出來做志工 所以我才有那個大家備受關注的電動機車政策 我就說政府在你出社會的時候 集體採購 那給你一臺電動機車 就換新環保節能減碳 那你需要連續連續五年做一些公益 那我很希望年輕朋友 多有這些公益的作為 因為公益作為 不但從我自己親身經歷 跟帶著一群年輕人這樣的經歷 做過公益以後 不但讓這些年輕人更開心 那他們也可以多瞭解到 原來社會都有很多面向 他們也更珍惜自己手上有的健康 自由跟他們的青春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友愛城市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框架 他裡面有產業政策 有觀光政策 有社會福利政策 但他的一個主流的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大家都有愛 大家都有關懷 因為小愛的這個事情 其實有很多人幫助了我們 對 那幫助我們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是很感謝別人對我們的幫助 所以你做志工的時候 首先別人就會很感謝你 那當然你看到有人對你有表達感謝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這樣做是有意義的 那你可能就會相對的也更去做更多有意義的這些公益 去散播 那你去散播說不是就有更多人感謝你 那這個就真正變成一個循環 所以你說我給這些年輕朋友每年設定的公益時數並不是非常多 但是我是要他們持續的這麼做 那如果持續做他們超過的額度的話 他們就可以把這個存起來 就是變成了瑞士志工銀行的概念 那未來他的長輩臨時需要人家長照也好 關心也好 關懷也好 那他就可以提領這樣子的一個志工服務 去關懷他所指定的關懷對象 那你不覺得這樣是很好嗎 所以我會覺得說 當然我覺得我講這一套 不瞞你說方姐 不是大家都可以理解 因為他們大部分沒有經歷過 我這樣子很這個很 波折的一個生命歷程 一個父母經歷 有很多人從抱到寶寶的那一刻 都是順順的這樣子 都是開開心心的 那從來都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問題 所以很多孩子 他們孩子 很多人生孩子說可以生一個又一個 可是你叫我再生一個 我就不願意 除了就是說我自己會擔心小愛的事情 情況的時候 就是我們所經歷的那個過去太深刻了 這是想都不想 想都不敢想 要再去經歷一次這樣 所以我覺得讓更多這個社會的朋友 有一個機制 有一個整個城市有起一個機制 去關懷更多的人 然後讓更多人得到愛 然後感謝你付出了這個愛 然後大家彼此之間再有這樣的循環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覺得就算不是大家都理解 我也要繼續堅持把他走下去 非常謝謝基隆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今天來到現場接受我們的專訪 跟我們談了對於基隆 這個有礙城市的破壞跟期待 那到底基隆能不能夠重回國民黨的懷抱 而國民黨在北北基陶 是不是能夠打出全雷打呢 我們拭目以待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房姐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